一名19岁的成姓男子遭到了诈骗集团 骗到了柬埔寨 日前呢在我国立委的陪同之下 成功的回到台湾 但是有跟他同行的18岁正姓同学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 让他的母亲心急如焚 最后呢是透过了通讯软体联络上 声称是儿子的主管 对方开出了条件 要在时间之内支付15万元的赎金 否则后果自己负责 如今赎金已经缴了 也传出这名正姓男同学 将在21号回到台湾 评那一名陈同学19号 从柬埔寨被救援返台 但同行的正姓少年至今生死未捕 如今终于传来好消息 今天还有跟儿子在联络吗 有 他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 是安全的 正妈妈听到宝贝儿子平安无事 语气也相对平缓很多 今天我把钱转过去了 他们礼拜都会回来 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头 因为当初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和丈夫忙于工作一时疏忽 以为18岁的儿子是到台中当保全 结果却被同学带往柬埔寨工作 若入人蛇集团的圈套 如今同行的19岁陈同学 在18号被救回来了 但自己的儿子却依旧下落 不明让他招几万分 而5号就曾收到儿子求救的讯息 对方要求家属若要人平安 就必须再找6个人到柬埔寨 或是缴交15万2000元的赎金 若是没有在限定时间前缴纳 后果恐怕得自负 如今赎金也缴了 也传出正信男同学 将在21号返国 另外立委吴立华也在20号凌晨发文 透露又有一位受骗的孩子 成功平安返台 好消息也让协助的单位松一口气 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 当然我们也得到很多有用的讯息 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家长在重塑这些经费 是很不容易的 柬埔寨遭诈事件层出不穷 引起社会关注 就判持续救回国人的好消息 能不断传来 并借此呼吁民众别再落入人设陷阱 记者舒适为朋友报导